太空射擊槍 真的 不要客氣的拿起來吧 真的不要客氣的拿起來吧 這個武器 絕對會是你在前期上分的好夥伴 因為呢 鎖敵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 你要先知道人在哪 你才可以打人嘛 對不對 如果都看不到人 你要怎麼打人呢 是不是 昨天呢 這個有陸續 看到這個很多朋友 在進行這個X rank的這個挑戰 那現在目前呢 只要大家抵達了這個S加的門檻 即可挑戰X比賽 那這個X比賽呢 打了5場之後呢 你就會有一個全球 這個任天堂公開的這個分數 那這個分數呢 也就表示你現在的這個能力值 那這個分數就 表示唯一嗎 其實也不一定 畢竟這個還是有這個配對上的這個狀況哦 就是有時候總是會配對到非常難打 的這個比賽 那這一次呢 三代呢 算是比較不錯 如果他用三場 一輪三場跟升格戰的方式一樣呢 打完之後呢 就會可以有加減分 那目前看來呢 昨天呢 我們去看了這個 二代的這個 對戰之王 Chocopelo先生 那我看他打完三場 大概都加個100多分啦 大概你三戰兩敗 可能加個40幾分之類的 就是我覺得都還可以啦 就是可以啦 那這個當然分數嘛 分數的出現呢 總是會讓人就是會想要去追求這個分數 那追求分數呢 偶爾呢 也會有這個心態崩裂的時候 這個當然包含我自己多多少少心態上一定會有一些影響啦 所以呢 這個 我在這個 昨天 細看完 稍微的細看完這個 Chocopelo的這個打 這個打 X比賽的時候 大家可以了解到一些小小的密碼啦 這些小密碼呢 不是說看完以後就會打 就變成是一定可以穩勝 但是呢 我這個有稍微分析一下說 他到底是怎麼打這個 X rank 那他這個是最高 他的五場開分完也不是全勝 但是他是最高開2500 那這個之後呢 三連三勝 開到打到2600 就一路打上去這樣 那我在觀察下來呢 就先講他這個對槍呢 他除了這個預判的位置很準之外呢 也就是說 他基本上喔 就以他拿這個開瓶噴泉槍來說 他是非常準確 他大概已經知道你會 他大概有點像是這樣 就譬如說 這個是海女 海女美術大學 我們剛出發 家裡出發不是有一個斜坡小高台嗎 你都會想要從這個斜坡小高台出發 他大概喔 大概就是會知道 你已經要從這裡出發了 所以 他可能會在這裡算 就是好 大概譬如說 我從這裡出發 然後 他是直接 你連發現他的機會都沒有 他就已經在猜 你會在這個位置 他大概是 以他的這個戰力的經驗來說 他是用這個方式來做預判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他的鎖敵能力非常強 鎖敵跟瞄準能力非常強 就是他知道人在哪 然後還有他的槍 我這樣跳打得到 我這樣游打得到 大概有點類似像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說呢 基本上呢 還是建立在這個鎖敵跟這個 瞄準 就是模式的瞄準 所以他呢 而且我發現他 他很大一部分 幾乎都在幫隊友 我今天跟法米一家 一家有說 我覺得他跟打工有點像 打工的時候 打到 打到開始 你開始打傳說 打了超過一兩百 一兩三四五六七八百分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你其實在做的這個方式 其實都 蠻像的喔 就是說 你會開始去找王在哪裡 你經過的路上 有沒有王 有沒有隊友需要幫忙 清一下雜魚啊 打一下王啊 送一下蛋啊 我覺得這跟X rank 在某一個程度上有點像 就是 你的時間跟節奏 要很多時間花在鎖敵 就是敵人在哪裡 隊友需不需要幫忙 有沒有地板 然後就是 接下來就是目標模式推進了 就是這些均衡起來呢 讓你 就是變成是說 所以你會有很多時間是在看 人在哪 人在哪 人在這裡 人在這裡 需要幫忙 就是 比較變成是說 你地板還是會補 但是你變得不會是說 這麼長的時間都是 以人型的姿態站出來 因為你人型的姿態站出來 就是你譬如說你一直補墨 一直補墨出來 然後站著 那敵人在鎖敵的時候 就會看到你站著的情況下 那他就很容易可以去埋伏 那我昨天打下來呢 老實說 真的 你說打不上去輸掉 好 除了那種譬如說 我們先排除譬如說 這個隊友大部分強制送頭以外喔 那大部分都會是譬如說 欸我根本沒發現人 或者是就是像我這個區域模式 跟大家分享的一樣 就會變成說其實有很多時間是 就是還沒找到人就是死掉 那以差比賽來說呢 他的這個節奏又更快了 就是鎖敵時間要變更短 對相時間也要變很短 那就要變很多時候都是要就是很即時性的 那變成說綜合這個的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如果他開始的有慢慢的去了解跟學習到的話呢 其實分數真的就會慢慢的爬上去 你就會開始發現說 你開始知道什麼時候要找敵人什麼之類 所以 老實說我覺得這一次這個 2.0更新 多了很多新的武器 那這些武器 你有很多對新手的輔助 我覺得是非常好 尤其像太空射擊槍喔 射程距離是長的 那以就是比較多 是使用這個 壽司 欸欸欸 英雄 斯普拉射擊槍來說呢 等於說其實你也是可以做一個 反擊 那雖然說他傷害很低 但是呢 因為射程稍微比較長一點 而且射速比較快 可以做武器版 然後再來呢 你可以索敵 我真的是強烈超級無敵建議 現在所有新手玩家 還不確定自己的MAN武要使用什麼的時候 太空射擊槍 真的 不要客氣的拿起來吧 真的不要客氣的拿起來吧 這個武器 絕對會是你在前期上分的好夥伴 因為呢 索敵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 你要先知道人在哪 你才可以打人嘛 對不對 如果都看不到人 你要怎麼打人呢 是不是 就是每一把武器呢 你可以喜歡各種武器 但是每一把武器的定位 跟他出現的時機點擊都不太一樣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 來支持我們唷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